失误是主旋律 李诗峰0比2不敌大波波夫 2024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一轮游 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国语的最新动态 北京时间3月12日晚间 2024全英羽毛球公开赛迎来了首轮赛事的角逐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南丹焦点战中 未免冠军李诗峰发挥不佳0比2不敌大波波夫 惨遭一轮游 首局比赛李诗峰和大波波夫的争夺十分激烈 一度烧战优势 但暂停回来后李诗峰的失误开始增多 进攻威胁性不如对手 连续丢分对手打出一波5比0后 李诗峰无力回天以17比21丢掉了首局的比赛 第二局比赛李诗峰开局阶段连续失误 又防不起对手的大力杀球 打得十分被动连续丢分很快就以3比8落后 虽然此后李诗峰很努力去追分 奈何自身状态糟糕局间暂停回来后 继续开启丢分模式 最终李诗峰以13比21再丢一局 从而0比2不敌对手惨遭开门黑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李诗峰的状态十分糟糕 防守防不住对手的进攻自身的失误频频 最终遗憾输掉了比赛 李诗峰是去年的全英赛冠军 今年首轮就出局 令人大跌眼镜由于早早出局 下一周的世界排名将大幅下滑 他在新赛季的状态一直低迷 希望能够尽快走出低谷 不放尽快走出低谷 在滑 不放尽快走出低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